千苦二患 瞧万瞧的手段 光明戏剧男神玄冰终于强势回归了 酝酿已久的新电影也将进入上映倒数 最近晋升《准爸爸》《准妈妈》的迫降CP 在闭关仰台期间的一举一动已经成为了全民大事 所以竟然变身居家小厨娘 在个人IG狂晒料理成品照 让小夫妻的两人餐桌日常意外贤情热议 而玄冰除了代言依旧满满 前几天也因为意大利的话报形成 首度在雨晕消息后重启公开形成 让粉丝们又惊又喜 最新戏剧作品终于也在今日少早释出首支预告 宣告爸爸来赚育儿寄金了 《几密同盟2》预告公开 最帅北韩刑警二度伤心 玄冰主演的2017年电影《几密同盟》共注的戏集 《几密同盟2》共注2 之前只有超湖预告照曝光就引爆任意 今早官方正式释出第一波预告影片了 知识记2019年已随之人定情作《爱的迫降》后 历经两年多戏剧空白期后 首支正式上档的影剧作品 续集除了有老班底 玄冰、刘海珍、林润娥之外 还加入了新面孔 丹尼尔海尼、陈善规 一同上演南北韩行警们 跨越38度的机密合作行动 玄冰饰演的北韩特主金律部队出身 派去南韩出任务的北韩刑警 任铁林再度回归 预告片一开头 情景就放在屏让市 玄冰就穿着整套北韩服登场 不到一秒的画面就让粉丝暴动大喊 梦会爱的将破李真鹤了 另外在预告影片 最后刘海珍还打气道 我们是复仇者联盟啊 钢铁人至玄冰 还有美国队长至丹尼尔海尼 怎么能吵架呢 看来不止动作戏 只得期待 笑点也会蛮多的 预计在9月上映 大家可以开始期待太阳官场了 早前玄冰出席意大利的活动 现场机场的时候 他笑着被问到 有关老婆苏伊珍的婚后生活 当时的玄冰 一个劲的向大家示意 婚后生活很幸福 不停的向大家鞠躬直线 8月2日 行的一个月来临 孙一珍在个人账号 突然更新动态 是手拿一片四叶草的图 然后还有配合着彩虹的图片 他发文 祝你度过好运的日子 随着孙一珍发文之后 尤其是结合他手拿 四叶草和彩虹的图片 韩国的粉丝 网友和内地的粉丝 纷纷向孙一珍发问 女神这是不是暗示着 自己已经怀上了双胞胎 网友留言 四叶草这在韩国 可不是随便放出来的 估计是女神在公布 与怀孕有关的事情吧 莫不是怀了两个宝贝 四叶草代表着一家四口 如此幸福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 就太好了 仔细看孙一珍的图片 他手里拿着一朵四叶草 而背景图案则是草地 很明显这一朵四叶草 是从别处粘上来的 另外一段 在山那边的彩虹 估计是选冰陪着 他晚饭之后 外出散步时所拍摄的吧 另外也有一些网友表示 孙一珍平时不会轻易发文 尤其是官宣怀孕了之后 更是如此 从结婚到举办婚礼 再到官宣有宝宝了 这一路走来都是好消息 期待这一次也是 正逢老公新作 供助二上映的这一段日子 难道是孙一珍 为了鼓励老公而发文 期待着老公能有好运相伴 供助二的各种宣传已经展开 目前选宾也是抽时间 在忙着自己的工作 回到家中 还需要照顾 怀孕的妻子孙一珍 看来男神这一阵子 还有的忙 也希望他好好注意休息 从上一次 他去意大利机场的照片来看 选宾婚后的气质更绅士了 整个人的状态也是超放松 看来婚后的他 越来越有幸福肥的感觉 看样子真的很好 距离上一次 孙一珍晒幸福菜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怀孕期间的他 一定要吃好喝好 如果这一次发四叶草图片 是暗示有双胞胎的话 那选宾真的是太幸福了 期待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 爆出选宾和孙一珍 私下聚餐的等待 当时终于围坐在小园桌上 大家都已经喝了不少的酒 当时有人向孙一珍劝酒时 酒量不好的玄冰 总是默默的把酒杯拿过来 自己喝掉 瞧 你看孙一珍被劝酒 无奈又勉强的样子 令人很是心疼 玄冰看都没看 直接拿过酒杯喝掉 朋友难以为太甜了 这对真的好好喝啊 我们可以一起梦会一下 他们的婚礼 3月31日 韩国巨星选宾 与孙一珍的世纪婚礼 冷重举行 两人共同邀请了 近200位圈队好友 婚礼现场布置的唯美浪漫 不得不说 那么多艺人一同出席 看比颁奖典礼还要热闹 整场仪式也颇具水准和规格 足以看出 两人对婚礼的重视与用心 鉴于夫妻俩性格低调 不愿被媒体记者过多跟派关注 所以婚礼采取的是非公开形式 但那和两人人气太高 当下不少婚礼的现场高田画面也陆续流出 4月3日 蔡家婚礼的好友 再次曝光了玄冰和孙一珍 婚礼现场的跳舞视频 这一引来不少网友围观尖叫 在不少粉丝心里 孙一珍的性格低调也很内敛 但没想到婚礼现场 她竟然跳了一段任务 这一引得一旁的玄冰紧盯着老婆看 眼里流露出的爱意早已无法尊严 视频中当婚礼主持人朴精灵 说完把身体交给音乐后 孙一珍现实动作轻柔的整理了婚纱 而后随着欢快的音乐 舞动起来 舞姿时而火辣时而可爱 现场宾客不忘 一边喝彩一边欢呼 将气氛烘涂到最高点 而一旁的玄冰则开始不停鼓掌 还示意大家一起给孙一珍鼓掌 一直鼓掌到孙一珍跳完 着实是妻子的最佳捧场网 可以看出结束danceshow后的孙一珍 还表现的有些许娇羞 在这意义非凡的日子 作为新年的她 也勇敢为大家带来的特别的惊喜 或许就像大家所说的那样 爱让人变得更加勇敢与自信 舞蹈结束之后 玄冰也相当冷心的帮助 自己的妻子整理婚纱 可以看出整场仪式下来 玄冰依旧是不善言辞 但他的注意力 一直放在身边的妻子身上 也可以看出在很多细节上 玄冰都是温暖细致的好好先生 看着台下宾客的情绪 也彻底被带动 主持人最终提议 让新郎新娘以火热的亲吻作为首尾 于是在这样一个不知精美的浪漫舞台上 玄冰和孙一珍相互拥抱 尽情拥吻 更是让台下的宾客继续情绪高 现场还配备了节奏欢快的背景音乐 在此过程中 孙一珍更是表现得更为主动 主动向帅气的老公伸出双手 甜蜜索吻 两人亲密拥吻的场景 简直堪于偶像剧里的高田桥段 可以看得出 亲吻之后玄冰还稍显羞涩 一旁的新娘孙一珍 倒是始终表现得落落大方 而另一个角度的亲吻视频中 玄冰还弯忧 贴近孙一珍听她讲话 太甜了 从视频中看 玄冰和孙一珍的婚礼环节 被安排的极具新意 两人也是配合的相当默契 除此之外 网上还曝光了两人婚礼仪式 互相试词的场景 正如玄冰所深情感慨的那样 两个人了解彼此 理解彼此 享受着每一个瞬间 绽放了那么多的笑容 为此自己万分感谢上天给予的一切 另外婚礼晚宴 甜品树莓口红巧克力也遭到曝光 以及超豪华的伴手礼也相继曝光 据悉 选宾随一珍准备的伴手礼 价格就高达上万元 有香水美容衣 有威士忌杯子 低调中的奢华 从相知相恋到不如婚姻礼堂 可以看出两人一路都制造了许多 温馨浪漫的回忆 彼此早已心心相惜 也相信今后的日子里 两个人能携手并进 将幸福美好的生活进行到底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